哈喽 今天是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薇 美股股市周五小幅收跌 9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令人大跌眼镜 仅仅增加了19.4万 这是远低于市场预期的50万 令市场相信美联储在11月份就宣布缩减购债的概率正在降低 但依然有华尔街投资机构是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认为美联储可能不会太在意数据的疲软 而是会将其归因于疫情等相关因素 因此11月份就正式宣布缩减购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那从三大股指的表现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样的解读还是比较有市场的 那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再度攀升 时隔三个月重返了1.6%上方 这就令科技股承受着较大的压力 那么可以关注一下 下周美股开盘之后 市场是如何解读这次非农报告对于美国政策前景带来的影响 各股方面 近期半导体行业有一个大消息 相信感兴趣的朋友应该都有留意到 那就是美国商务部上月底要求半导体企业需要提供供应链的数据 那由于数据敏感 所以很多芯片巨头对此都是表示抗拒的 这里面就有台积电和联华电子这些公司 这就令联华电子也叫做联电 股票代码就是UMC 这家同样来自于台湾的芯片代工厂 再度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但这家公司其实一直是闷声大发财的 因此很多投资者的关注焦点都在台积电上面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UMC这支同样也可以关注的芯片股 那相比于台积电 UMC的名气显然要小得多 但这两家半导体代工厂曾经是展开过长期的直接竞争的 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UMC甚至是处于一个优势地位 但由于后来管理层大震荡 导致了竞争力的流失 他们宣布放弃12纳米以下的高端制程市场 转而专精于中低端的芯片 于是他们就走上了差异化的道路 各自赚钱 其中28纳米的芯片已经成为了他们近年来的重要扩产方向 原因很简单 28纳米的芯片最大的买家就是电动汽车企业 那相信随着电动汽车或者说新能源汽车的越来越智能化 对于这类中低端芯片的要求可能会不断的攀升 这也就告诉我们 投资并不是做技术研发 我们不用紧紧的把目光放在工艺是否先进 关键还是要看企业能否赚钱 以及能不能带来更好的回报 那过去的12个月里面 UMC的股价上涨接近了90% 而台积电的股价上涨的大约是24% 今年以来 UMC的股价涨幅已经超过了27% 而台积电基本没涨 那过去五年中 UMC的股价更是暴涨超过了480% 而台积电股价的上涨幅度大约是260% 所以如果单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 UMC的回报无疑是更好的 这也就给出我们一个启发 那就是做投资 除了时刻要警戒控制好风险以外 也一定不能让自己的视野局限了 哪怕是同一个行业 多看看 多了解 说不定也能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 台积电在今年第二季度是掌握了52.9%的芯片代工市场 三星是以17.3%的份额排名第二 而UMC则以7.3%的份额是排在了第三 两家公司的不同在于 台积电最近一个季度49%的收入都是来自于5纳米和7纳米的芯片 而虽然UMC在三年前就已经放弃了开发更先进芯片的努力 转而专注于为汽车和物联网的市场制造那些工艺不太先进的芯片 行业发展就没有空间 汽车和物联网的发展趋势仍将不断的加速 各种不同工艺的芯片需求依然旺盛 因此虽然退出了高端芯片一度给UMC带来打击 但随着市场对中低端芯片需求的加速攀升 这也是一支同样值得关注的芯片代工厂的股票 那他们的收入在2020年是增长了19% 那预计今年的收入增长将继续达到18% 2022年则将恢复到行业的平均水平大约是10%的样子 那现在预计的是未来五年中UMC的收入增长平均都能达到10% 这是要低于台积电的14%的 但考虑到过去五年中UMC的平均收入增长只有4.07% 而台积电则是接近10%的 因此就可以看出UMC的收入增长前景似乎是更大的 毕竟相比高端芯片的产能增加而言 中低端芯片的产能增加难度会更小一些 而且想要保持自己先进的工艺技术 投入也会是巨大的 这可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利润的表现 虽然说先进芯片能够卖得更贵 但UMC在2020年的利润增长还是达到了惊人的接近三倍 远超台积电的50% 那估值方面来看的话 由于芯片代工行业的产能相对容易预估 因此这类股票的表现通常对于估值会比较敏感 根据未来五年收入增长预期的现金流贴线模型 现在计算出来的合理股价方面 台积电是109美元 和现在的股价是差不多的 而UMC则是18美元 现在的股价依然是远远低于这个价格的 而远期市盈率方面 台积电是接近23倍 UMC则是12倍多一点 市盈增长率方面 也就是PEG台积电大约是1.8 而UMC只有差不多0.6 市销率的话 台积电是0.39 UMC是0.14 可以看出尽管股价的表现要比台积电更强 但UMC的估值依然是很低的 这就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性的同时 也保持着充足的回报空间 当然了 现在台积电的估值并不算贵 结合基本面来看 这两家公司都是可以长期看好的 不过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现在UMC日线图上上行势头依然完整 但需要留意的是 周线图上显示出了潜在的顶部形态 所以日线图上就需要关注 现在正在考验的这条100日均线能否守住 不能守住的话 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回调空间 而台积电现在跌破均线区间后 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我觉得现在的股价依然是安全的 因为合理估值109美元这个位置 今年以来已经给股价带来了很强的支撑 看得出只要回到这个合理的估值范围内 投资者还是很愿意买入这只热门的芯片股的 那除非真正的跌破这里了 才需要引起我们在技术面上的担心 那明天又是周末了 首先要在这里住加拿大的小伙伴 长周末快乐 因为下周一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所以加拿大市场下周一会休市 那在经济数据方面 下周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 就是美国的CPI指数 还有他们的零售销售 另外下周美联储也会公布 上次政策会议的会议纪要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而在财报方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 我们终于在下周即将拉开 第三季度财报季的帷幕了 同样的还是有银行股会首先公布财报 那下周将公布财报的银行 分别就有像摩根大通 以及美国银行 另外贝莱德集团也会在下周公布财报 而同样也值得关注的 还有达美航空和台积电 而能源市场方面 下周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 也就是IEA的原油市场报告 那这两份报告 相信对于能源价格 以及能源股的表现 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好了 继续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 对北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有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引进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或者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咨询详情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健康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